欢迎收看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美国制出对台国会外交之后 又会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联邦参与院外交委员会 将会讨论所谓的2022年 台湾政策法案 这个法案 参台的程度 不会使得过台湾关系法 它被台湾示娃过门 叫做旗舰营参台法案 如果美国国会的审查通过了 将会为台美关系的新常态 提供了一个法制基础 但是它是自1979年 与台湾关系法以来 美国对台湾政策最全面的调整 影响非常广 直接关系到台海局势的走向 过去这两年 美国这帮所谓的政治人物 常在台湾出出入入 当成自己家 看到由美国主导的 一系列新型经贸协议 法案等等出台 直到8月初 配落西访台 就真是去到顶点 这系列的动作 似乎就展现出 美国想对台湾更加友好 有意要拉拢台湾的样子 不少人甚至是想象着 台湾在中美对立的持续里面 如用得来 但是 由今个月即将赖开序幕的台美大龙凤来看 在美国的宣判一面 台湾好像永远都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提款机 前台湾民进党立委 国政量 直到就说 这一项法案比佩洛西访台更加严重 法案内容更加是空前震撼 如果参议院通过 台海风暴就要开始了 今集结议和大家讲讲 2022台湾政策法案 台湾你需要回归了吗?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屈基TV 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为了继续提升台湾牌的价值 美国将会在今个月对台湾政策法案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这两项重要的议案进行审议 如果这些法案都通过了 台湾都可能可以拿到表面上的利益 不过实际上 他们已经将自己置身于船祸之中 这个台湾政策法案非常值得关注 虽然拜登 临时将这个法案的审议时间割置了 但以现在美国内部普遍的反中氛围 这个法案其实都很大机会会通过 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议员声明 2022年台湾政策法 将会标志着美国1979年通过 与台湾关系法以来 美国对台湾政策最全面的调整 根据美国智库的分析 这个法案将会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 由力图维持现状和延换中国大陆动武 到激怒中国大陆尽早动武的转变 美国参议院梅乱德斯在书面声明中表示 华盛顿现在有一个关键的机会之处 应该就要捉住这个机会 形成对中国最有效的压制政策 他说法案将会与台北展开合作 实现他们的军事现代化 将台湾纳入他们的地区经济架构里面 来自南卡来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 在声明中说 这个法案是几十年来 美台之间军事和经济关系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展 台湾政策法案的关键内容 包括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会改名叫做台湾代表处 4年内会向台湾提供45亿元的军事援助 有别于以前的那种操持模糊 他们允许将美国政府预算 用在有益于威胁人民解放军攻击行动的武器 而根据这项法案 美国将会把台湾 看成那些日本、韩国、菲律宾一样的非北约盟友 用这样的方式去加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而所谓的主要非北约盟友 指的是美国政府指定和美军有战略合作关系 但就不是北约组织的成员 就不一定和美国有互相防御条约 但就享有美国授予的各种军事和金融优势 这就等于直接将台湾升到国际地位 台海局势必定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美军也会帮台军完成现代化 同意他们购买各种防御性武器 当然美国都有理智的政治人物存在 不可能会认识不到这个法案通过之后的严重性 如果不快去处理好的话 说不定到时就真的会爆发世界大战了 不过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 原定在8月3日去审理台湾政策法 但他们就说因故延期 是这个法案审理的第二次延期 有内地学者就说一旦法案通过 它对于中美关系造成的冲击 是远远超过佩洛西事件所引发的效应 而这个法案最最最最令人关注的是 就是美国意图将台湾视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 也就是台湾将会被视为 华府最密切的全球伙伴之一 特别是在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他还说 那就等于承认台湾的主权 那就即是美国彻底是让弃一中政策 承认台湾主权就是承认台湾独立 那中国就必将断言处置台湾議题 各正量认为台湾政策法 不是台湾关系法的加强版 而是一个新的法案 除了共同防御和承认台湾这两个动作没有做之外 其他全部造成 包括介入台湾军事规划 执行细节都写进去 每一个项目都非常敏感 美国国会要主导美台关系提升到战略清晰的程度 2022年台湾政策法 和美国一贯坚持的一中政策 是完全矛盾的 一中政策的目的是安抚中国大陆 维护台海现状 延缓北京采取军事行动 但这个2022年台湾政策法 就等于撤销了美国之前所做的一切政治承诺 但又巧妙地用话语方式来排除美国的责任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想激怒中国 在中国还没做好武统准备的情况下 迫使中国早日动武 然后美国通过经济手段 对中国进行全面围绕 全面中断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咦?这个手法为什么这么熟口面? 是不是有点像俄乌的情况?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如果中国大陆是继续保持克制 那美国就会成功修改到现在的形势 造成各种不理于北京的寄成事实 所以我国将会面临两难处境 正正就是因为这样 2022年台湾政策法潜藏着超巨大的风险 传闻拜登政府要求推迟审议 或要改改措辞 令到他和拜登政府现在宣称的一中政策 尽量保持一致和 之前 立陶宛已经是运去台湾 在他们首都那里设立所谓的代表处 我国立刻实施反制 将两国的关系降为代办级 所以如果美国又好像立陶宛那样 做了这些小动作 是一定会对中美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 由于这份法案极为敏感 颠覆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策 所以在美国内部其实都有不少反对声音 这个2022年台湾政策法 其实还令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不安 随着我国的实力增长 要通过军事手段去解决台湾问题 将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美国不想看到这种结果 它比中国更加无耐性 有西方学者就说 由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 他们认为美国处于长期衰落的过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会减弱 为了利用这种情况 中国希望全球市场稳定 不想有战争 希望避免和美国对立 也正正因为这样 中国不会发动战争 中国也等得起 台湾最终会明白 美国已经衰落到无用的地步 到那时候 中国就可以和平解决问题 随着竞争加剧 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强的声音呼吁 美国应该改变对台湾的立场 即是由传统的战略模糊 转成一个战略清晰 去压制北京武力统一的冲动 对于美国来说 采取战略清晰有两个可能优势 首先 如果北京决定动武 那美国就有比较强的能力 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和经济的打击 迫使我国遭受很大的损失 第二 如果北京决定不动武 那美国就可以帮台湾 提升在世界的存在感 实质性地修改一中原则 有内地专家就认为 佩洛西访台之后的抬起危机 并没有改变中美双方的基本政策 即是中国要统一台湾 原意和平统一但不放弃使用武力 美国仍然坚持三个公布 和台湾关系法公布框架 但双方执行政策的方式 确实是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这个角度 亦都可以理解做政策有了变化 专家更加指出 当我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个并不是佩洛西访台值不值得的问题 而是他达成了目的 我的意思是 这是美国支持台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如果他不去 这场危机 无论如何 迟早都会发生 同时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即将举行 美国两党都试图炒作反华议题 去捞取这些选票 在这种情况下 这份法案通过的概率 比起以前将会有所提升 在所谓的西方民主体制下 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来炒作 中国现在是美国的最大假想敌 所以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 确实有可能会走向极端 甚至是停而走险 这份法案之所以没有按照预定的日期去审议 并不是因为美国想缓和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而是考虑到法案通过之后 中国可能会采取反制 和中美关系全面破裂之后所产生的巨大冲击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关完这些小手段 无非都是想制造麻烦给我国 去延缓甚至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 由于需要台湾地区 买力去挑衅中国大陆 美国一直在酝酿中 主导一些双边经贸协议 其中包括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台湾就对这些倡议的作用过度渴染 尤其是他们的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貞 唷他赞到天上有地下木 他觉得这个虽然只是倡议 但代表着双边经贸关系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未来在台湾的经济层次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台湾政务委员邓振忠就表示 这个倡议对台湾来说利益都挺多 不单止可以提升台湾在全新经贸环境里的竞争力 还可以给工商业者 获得更多参加CPTPP等国际经贸组织的机会 不过在谈报的内容里就看得到 整个倡议里根本没有什么真的涉及到台湾业者关心的部分 都是由美国主导 自然也是更加有利于美国 当倡议正式签署之后 恐怕未来就不得来猪了 台湾还会被逼开放更多以前禁止的食品 不过美国的战略目的 最大可能都是想逼中国寻住气 目前中国正在谈举国之力去发展芯片 虽然困难重重 但过多三五年之后 水平肯定会有一定的提升 虽然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很难超过美国 但我们都可以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另外 中国正是建立以内循环做基础的双循环体系 目的就是要减轻对西方世界的经济依赖 俄罗斯战争都给了中国和美国教训 对于中国而言 我们必须要提前为可能来到的战争做最好的准备 免得被人制裁时才来临急抱佛 对于美国来说 他必须要在中国还依赖美国的时候 就令到中国陷入困境 绝对是不能忍住中国的芯片和内循环体系 顺利建成后才出手 所以佩洛西访华和2022年台湾政策法的本质是一样的 美国试图逃空一中政策 去激怒北京加速台海战争的到来 这个不单止会加剧中美双方在台海问题上的对立 也会令到台湾置身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如果内地是出兵攻台 美方必须辞换 所以这个法案也将会围到已经低迷的中美关系 埋下一个潜在的冲突点 如果美国延续或升级以台制华政策 继续干涉中国内政 必然会导致中美关系的大倒退 与严重冲击台海的和平稳定 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眼 我们一定要继续提升自身的实力 增加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成本 同时向美国明确展示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只有这样才可以顺利完成祖国统一 才可以令到美国支揽而退 退!退!退! 我是你的屈姬主播周杰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我来看看 好 我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